大家好,今天大師開講 我們來講氣色 上一集我們講過骨骼並一世之隆窟 這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這輩子發展到怎麼樣 長期的要看你的骨骼跟部位 那氣色是看你短暫的 一般來講是半年,有些人認為是三個月之內 你這陣子好不好是要論氣色 廣義來講要看三個地方 眼神、氣色還有你的聲音的素質 我們先談氣色 氣色不太好看,它是屬於高級相法裡面的一環 簡單來講就是看你亮不亮 要黃明論亮 黃是因為我們是黃中的媽 明就是你這個臉看起來像一塊乾淨的布 沒有骯髒的小東西 像我們那個麻布啊,吃完飯擦桌時會附著小東西 那些是什麼呢?就是你的斑痕製痘疤 小東西有附著,那些可以推論你哪一臉會怎麼樣 有論到修舊的 所以你的臉如果很明朗 沒有其他奇奇怪怪附著的字啊 巴啊,以前受傷的那些 那都是很好的像 氣色這方面,我們的slogan是 氣色論行年之舊舊 白號言就是你要亮 第一張我們看蘇貞昌,我們的蘇院長亮不亮 他那時候第一次接任行政院長 現在是第二次,整個都是亮的 當然他格局也夠啦 還有我們南韓的總統 也是亮的,很容易看喔 黃明倫亮的倫啊,就是看起來有水 摸起來沒有水 這個要看久了就會看喔 有些人是油性體質啊 幾乎那些喔,更小的大家也金錢 那個不一樣喔 然後首富李嘉誠,整個天亭谷 再加上他氣色好 鼻子啊,下巴啊,地格啊 這個沒話講 就是他長期跟短期的能量都很足 金星人,這是我朋友中隊長 他呈現出來也是亮的,格局也夠 我們看喬治寇隆,亮不亮 他這個眼神啊,沒話講 臉細長,然後神定、神主、神親 都是很好的像,氣色亮 再來我們看大腸心,整個臉都是亮的 為什麼氣色亮,表示你的行運好呢 因為你沒有煩惱 譬如說,你家庭有夫妻之間有一些不高興啊 或者子女的教養問題啊 那個三個伴妹,那你警察叫自己帶回來啊 老公賺錢,沒要拿回來啊,嚇嚇 你也不歸宿,那你心裡會委屈嗎 啊,委屈的時候,一個會往負面的想 那你情緒就會低落 情緒低落,會影響你的日常生活 你該運動的時候不去運動 該做的一些正常的事,你沒有去做 你受到情緒的影響 這時候,你血液裡面的血清素會降低 你的血清素降低,自由基會增加 自由基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氣色就會暗 這個是中醫理論,應用到面向學 望文問整的望整 可以做這樣子的推測 這個氣色一定要亮 你就是行運中人 好,今天的解說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謝謝